现在这个社会养个儿子还真的不一定能防老,绝大多数老人都是由女儿养老的,但是偏偏有些老人在女儿家住,不念女儿好,还一个劲地说儿子孝顺。这样做的老人,不仅得不到儿子的孝顺,还会白白伤了女儿的孝心。 周宁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,逢人就说儿子孝顺,女儿不孝。周宁寒了心,一气之下把母亲送到了弟弟家。 虽然周宁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,但是长大后的她没有既恨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苦,还是选择给母亲养老。 这天周宁去了公司,公司临时通知不用加班,她又回家了。周宁在小区花园看到母亲和一群老太太聊天,就想着带母亲回家。 好巧不巧,周宁听到母亲正在说她儿子怎么怎么孝顺,给她钱又给她买东西。 周宁觉得好笑,因为这些事弟弟都没干过。 周宁又听到母亲说女儿就不行了,不孝顺,女婿更白大。 说了很多子虚乌有的事,说女儿女婿对她怎么怎么不好,怎么虐待她。 周宁没想到母亲在外面是这么编排她的,就走过去让母亲和她回家。 母亲的做法让周宁既寒心又生气,堵着气说,送你去和孝顺的儿子团聚。 周宁本来说的是气话,但是周宁母亲却当了针,还说那感情好,她巴不得赶紧去儿子家。 不在这受气。 这一席话让周宁直接哭了出来,她哭着说,妈你说说我到底怎么让你受气,我和我老公对你还不够好吗? 儿子,儿子,你就认儿子,行,我现在就带你去你儿子家。 周宁说完,就去她母亲的房间收拾东西了,把母亲的衣物和生活用品都打包好,放到车上。 周宁又回来跟母亲说现在就带她去她儿子家。 没有周宁想象中的抗拒,她母亲反而有点期待,还让周宁买点东西去,别空手去。 周宁觉得她母亲总有办法气死她,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。 周宁到了弟弟周海家楼下,去超市买了两箱水果,给周海打电话让她下来接。 周海下楼看到姐姐和母亲,本来很高兴,但是一听母亲要在她家住就愣住了。 周宁看周海没有动作,就说别愣着了,赶紧往上班了。 周海拒绝的话就在嘴边,思来想去还是没忍心说出口。 周宁母亲来到周海家,开心得不行,抓着周海的手了,跟她说个不停。 周宁看母亲是真开心,在她家里没有的那种开心。 周海送周宁下楼,为难地问母亲要在她家住多久。 周宁偏了一眼周海说,可能一直住吧,毕竟你最孝顺,我总是给她气瘦。 周海听了有点着急,还没等周海开口,周宁就开着车走了。 周海回家问母亲怎么突然来了,怎么惹她姐姐了。 周海母亲只说想她了。 晚上周海的媳妇王欣下班回家,周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给她开门。 王欣本来笑着说今天上班的去世,往里走的时候看到了婆婆,脸色瞬间垫了。 王欣连母亲都没叫,就让周海和她回房间。 王欣质问周海,婆婆怎么来了? 周海嘟咚当当地说是她姐突然给送过来的,说想儿子了。 王欣问要住多久,让她住两天赶紧走。 周海说,她姐说一直住。 王欣听完瞬间就炸了,像被点燃的鞭炮一样,和周海吵了起来。 周海也不和王欣店姐就听着王欣骂。 周海母亲听到房间里的争吵,知道这争吵是因为她,她就开始心疼儿子。 周海母亲气不过,想着她的宝贝儿子什么时候挨过这种骂,就直奔王欣房间。 周海母亲打开门,就开始说王欣,王欣可不会惯着她,她说什么王欣都得回去。 儿媳递竟和女儿不同,女儿会哄着周海母亲,儿媳是真敢和她对骂。 周海母亲去儿子家的第一天就被气得犯了高血压。 周海母亲之后的生活更是一落千丈,在女儿家什么都不用干的她,在儿子家什么活都要干。 周海母亲给儿子和儿媳做饭,儿媳还总是挑剔难吃。 她饭后想去跳跳广场舞,儿媳觉得丢人,也不让她去。 就算是这样的生活,周海母亲觉得她也甘之如頤,只要能和儿子在一起,她怎么样都行。 周海母亲不知道的是,周海给周宁打了很多电话,让周宁接母亲回去,周宁都拒绝了。 王欣一看婆婆真的是存了一直在她家住的心思,又开始和周海吵,威胁周海婆婆,要是还在这住的话就离婚。 周海只能去和她母亲商量,让母亲回姐姐家住,说母亲再住下去,王欣就要和她离婚了。 周海母亲听了一言不发,看着周海欲言又止。 周海母亲在沙发上坐了很久,喃喃自语地说她才住了半个月。 周宁母亲终于还是给周宁打了个电话。 电话里,周宁母亲说,闺女,我错了,你快接我回家吧。 周宁听到母亲的话问母亲在弟弟家过得不好吗? 她母亲一远嘴硬说挺好的。 周宁说挺好的就住着呗,让我接你干嘛。 周宁母亲这时候依然不说她过得不好,只说,她要再住,儿媳就要和周海离婚了。 周宁一听母亲还是为了周海,就拒绝去接母亲,只说让母亲在周海家好好生活,就挂断了电话。 周宁挂断电话之后又给周海打了一个,说,咱妈你来养,婚要离就离,离了,我再帮你取心的。 反正我不会去接母亲的,你送我这来,我也给你送回去。 儿女双全本来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啊,有儿有女,龙凤成祥。 儿子有儿子的孝顺方式,女儿有儿女的孝顺方式,儿女双全的好,是别人家羡慕不来的。 本来能享受双重的爱,非要重男轻女,让家庭不宁。 现在的社会,女人又不比男人差,甚至能力还要强过男人,凭什么还要忍受重男轻女这种不公平的待遇? 一,不重男轻女,老了才能享福。 都说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,如果在女儿小的时候,重男轻女,没有给女儿足够的爱,那又怎么要求这个小棉袄长大了之后能贴心呢? 很多家庭,给老人养老的都是女儿,儿子要么是忙于事业没有时间,要么是受妻子管控有心无力。 给父母养老就变成了女儿的事,其实女儿照顾起,父母确实比儿子更贴心。 为了养老考虑的话,多养一个孩子,老了之后就多一份保障。 所以不要重男轻女,含了女儿的心,最后老无所养,老无所依。 二,父母重男轻女时,要学会拒绝。 女儿面对重男轻女的父母时,首先要认识到重男轻女这种行为是不对的。 父母的爱理应是无私的,不能因为是男是女就多爱少爱。 如果父母重男轻女,让女儿无底线地帮助儿子,那这个时候就要学会拒绝。 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不是为了哥哥或者弟弟而生的。 你的职责是过好你的生活,不是去给哥哥或者弟弟的生活填窟窿。 一定要学会拒绝,学会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请求。 不要以为你帮了哥哥或者弟弟,父母就会喜欢你。 父母不会因为你的帮助而更爱你,反而会觉得帮了第一次,一定能帮第二次。 如果父母的重男轻女让你很受伤,不要气馁,你依然是值得被爱的。 父母不爱你,你就好好爱自己,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就好。